每晚八点 聆听读者 愿我们人生的每次遇见 都犹如初见 嗨 晚上好 欢迎收听读者 我是如初 今天我们共同阅读苏欣的文章 凌晨四点的夜空里 有人在默默爱着你 当午节放假第一天 凌晨四点 我到小区楼下打车去机场 刚上车 司机师傅就对我说了声 早上好 这声早上好 把我原有的睡意 硬是给憋了回去 看着旁边这个 看起来五十出头的中年男子 我禁不住感到诧异 但出于礼貌 也赶忙回了去 早上好 毕竟在我过去的打车经历中 每次上车后 司机师傅不是一言不发 就是停留在微信群里的语音回放 从来也没遇到过 这么有人情味的时候 可能是因为 有了个好的开头 加上时间原因 路上确实安静得很 所以两人的话匣子 也慢慢打开 聊了起来 开始我对他说 师傅 这么早 你们就在路上跑 挺辛苦啊 司机师傅说 谁又不辛苦哟 都是在为大家服务 说啥子辛苦嘛 平常 我们可能 根本不会想到 一个出租车师傅 能说出这样的话来 毕竟 现在才凌晨四点多 这个时候 就起来上班的人 基本上 首先想到的就是 为了生活 而不是什么 为大家服务 所以这一次 我不仅是诧异 而且对他 也越发感兴趣了起来 司机师傅说 刚开始只是一份工作 时间久了 就觉得 这是一份责任 每次把乘客 送到目的地的时候 都是 我最有成就感的时候 尤其是在这种 很难打到车的时间段里 朴实的言语中 让我不得不 再一次对这师傅 投去敬佩的目光 因为 这不仅刷新了 我对城市底层 小人物的认知 更是让我有种 听君一席话 圣读十年书的豁然感 原来 即便是在凌晨四点 依旧有这样一群小人物 穿梭在城市的街头 用这种方式 默默爱着这个世界 这也让我想起了 在大学里有段时间 因为失眠 经常到很晚 才能睡着 每次在床上 辗转反侧 到凌晨四五点钟的时候 就会听到 学校里的打扫车 从宿舍楼下经过 每次打扫车 从楼下经过的时候 都能清晰地听到 清洁叔叔阿姨们 扫地 洒水 倒垃圾的声音 后来 一次偶然的机会 刚好需要拍摄一部纪录片 我便把他们 作为了纪录对象 记得非常清楚的是 当时跟着他们拍摄 从凌晨四点出发 到绕着学校主干道 转一圈结束 前后要将近两个多小时的时间 在这两个多小时里 他们需要将学校主干道上的垃圾 打扫干净 然后用水冲洗 再把周围的垃圾桶里的垃圾 全部倒入到打扫车里 再换上新的垃圾袋 整个过程下来 工作量非常大 即便是在清晨 依旧能够看到 他们脸颊上 痘大的汗珠流下来 等到这项工作完成的时候 时间也差不多到了早上六点 学校里的道路 早已焕然一新 就像是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 当时在拍摄的过程中 我们采访其中一位清洁叔叔 做这项工作累不累 叔叔回答说 累是累 但不苦 每次看到同学们 走在干净的校园里去上课 就觉得我们的工作很有意义 就很开心 后来 这段采访在成片中放出来的时候 感动的 恐怕也不止我一个人 大家都情不自禁地 为他们施了双眸 不可否认 像他们这样 平日里 似乎被大多数人 所忽视的群体 还有很多很多 他们穿梭在 每个城市里的大街小巷 每天凌晨四五点 当大家都还在睡梦中的时候 他们便早已 把整个城市 清扫得干干净净 数年如一日 也许 他们辛劳一生 仍然生活在社会底层 也许 他们忙碌数年 依旧无法得到 拥有的关注 但谁也无法否认 他们在每一个清晨里 用自己的行动 叫醒着这座城市 温暖着一座城 一城人 前段时间 一篇名为《凌晨三点不回家》的热文 引发了网友共鸣 文章里说 成年人的世界 有你想不到的心酸 虽然短时间内收获了众多的十万家的阅读量 和大量的网友评论 同时 却也招来众多吐槽 凌晨三点不回家 固然令人心酸 但所谓成年人的心酸 真的不必那么煽情 如果你真的走上街头 走进这座城市里 恐怕不止只有凌晨三点不回家 这样的心酸 同样也有大把大把的凌晨四点的感动 甚至凌晨五点 凌晨六点 我有一个朋友 本科毕业后 在四川一个贫困村里 当了一名乡村教师 每天早上四点半 起来洗漱 之后 便打着手电去接那些 离学校远的孩子 到学校来上课 下午放学后 再把他们按原路 从学校安全地送回到家里去 每趟来回 也基本需要两个小时 走的是山路 村子里除了他 就剩下 另一个即将退休的老教师 他到那里 已经两年了 非但没有抱怨 有多心酸 反而是 时常在向我分享快乐 分享他给孩子们 所带去的希望 其实 无论是在千里之外的贫困村 还是我们当下所处的 高楼林立的城市街头 每一个凌晨的夜空里 并非只有心酸 还有我们想不到 或者看不到的温柔 他们或是穿梭在城市的街头 或是忙碌着 为城市换上心眼 或是行走在山间布道 或是在自己的岗位上 默默奉献着 凌晨字典的他们 都以各自的姿态 行走在不同的岗位 叫醒着一座又一座的城市 或许 他们彼此间的工作不同 出身不同 容身之所不同 但有一点是一样的 我们平等 且公平地享受着 这个城市 出生的太阳 他们让凌晨四点 再无心酸 只有感动 和温暖 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这里是读者 我是若初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两个人哪 一段情啊 一个故事 一座城市 这城市好大啊 好多人哪 谁记得故事的开始啊 我一个人看风景 一个人旅行 一个人收拾好心情 不再害怕受伤 越来越坚强 爱过你 爱过远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两个人啊 一段情啊 一个故事 一座城市 这城市 这城市好大啊 好多人哪 谁记得故事的开始啊 我一个人看风景 我一个人看风景 一个人旅行 一个人收拾好心情 不再害怕受伤 越来越坚弱 越来越坚强 爱过你 爱过远方 我一个人看风景 我一个人看风景 我爱过你 我爱过你 爱过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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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